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利 他们必如因展翅上腾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如因展翅上腾 我所用的圣经解释 以赛亚书第40章的第30节 也许我从30节开始念起到31节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健 强壮的也必前男跌倒 31节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利 他们必如因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批华 这是一个带着必的应许 一定会发生的 所以呢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利 然后呢 他们必如因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批华 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是 生一个如因 因在飞翔的时候 是非常的省力的 他从高处展开翅膀 然后呢 风就带着他 为什么要如因展翅上腾呢 因为实在在难过的光景中太久了 我们真的是常常想说 主啊让我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飞翔 主啊你给我一个新的力量 可以让我能够飞翔 越过这个失望的幽谷 因为我们留在那个茫然的幽谷 已经太久了 我们留在那个阴霾的空间之中 已经太久了 那为什么要飞翔 很基本的 为什么要飞翔 我真的期待可以看高一点 我真的期待可以看远一点 我真的是期待可以看清楚一些 而不是一直被留在 那个被套牢难过的光景中 不是永远被留在那个低谷的环境里 不是永远留在那个黑暗的低谷中 主啊让我可以飞翔 所以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利 他们必如因展翅上腾 真的实在是何等期待能够上腾 真的是何等期待能够上腾 第二个 真的是何等的期待 这样的上腾 是省力的上腾 因为自己已经没有力量了 自己已经没有力量了 自己已经所有力量都已经用完了 但是容忍相信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力量 所以叫做重新得利 还有一个叫重新得利的力量 让我们再上腾 所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 第一个要分享的是 何等的傍望能够再飞翔 能够再上腾 第二个何等的傍望 这个不是我的力量 是上帝的力量 是上帝的力量 可以我们重新的得利 这边有个叫重新得利 过去的力量已经过去了 过去的光景已经过去了 过去曾经回往腾达 那都已经过去了 如今落在一个可怕黑暗的山谷中 有个祷告 主啊让我重新得利 让我重新来得利 让我看远一点 让我看高一点 让我看深一点 可以看到主的心意里面去 可以看到主的美好 看到主的拯救 看到主的救赎 看到主荣然要有一段路 让我重新再回想 而不是永远留在 那个右岸的山谷中 哇所以真的是重新得利 那个力量不是旧的力量 是重新一个更新的力量 第三个 他们奔跑却不困健 行走却不疲惑 哇何等的傍望 人生有一段路是奔跑的 持续在奔跑 而不是在那边 永远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永远留在一个荒凉的地方 永远在那边抱着自己的痛苦 在那边哀哭 而是冲 还是可以奔跑 还是可以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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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耶稣 这边告诉我们 等候 等候 哇 可见主知道 我们的下沉 可见主知道 我们能力的不够 可以主也知道 我们何等 巴不得能够再提升 不要让我 留在那个地方 哇 等候 我常在想 老鹰在飞翔的时候 知不知道他自己在飞翔 可能不知道 因为是风推着他 风拖着他 我想我们等待的 可能还不是飞翔 我们等待的是 主一跟我一起同庆 为什么 因为可能不知道自己在飞翔 我常常讲老鹰在飞翔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飞翔 可能不知道 因为不是他自己在那边 他不是在那边飞 是用一个风 拖着他一起飞 所以也许我们 等候耶和华 重新得力 这个等候 不是等候一个能力 这个等候 不是等候一个能够往高出去 当然这是自己的等候 但是自己可能往高去自己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可能已经脱离了 自己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这个等候 等候是等候 是当我发现 主与我同行 是主给我力量 让我留在那里 因为不再是自己的用力 而是主的力量把我们脱高 不是我们自己的挣扎 是主的力量把我们带往上 不是我们能够离开那个幽暗的山谷 而是主的力量 使我们可以展翅上等 主知道我们的体力已经耗损 主知道我们的情绪已经下沉 主知道我们可能一直被痛苦给捆住 怎么提升 主耶稣都没有提供任何的方法 主耶稣只是告诉我们 他必与我们同行 使我们可以重新 得力 感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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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的老鹰的起飞 都是从高处在起飞 每次的老鹰都是从一个高处的平台 在起飞 一起在等候的过程中 主已经把我们 还没有起飞以前 已经把我们从幽暗的深谷 带到一个高处 然后我们展翅就起飞 耶稣 我其实在幽暗的三谷中 已经留下很长期的日子 耶稣 我自己在失望的幽谷中 已经很长眼的日子 但是你借着你的仆人 再次的应许我们 我们还有一段路需要奔跑 我们还有一段路需要去行走 哇 对于一个疲乏的人如何能够再行走呢 对于那个困倦的人 如何再能够奔跑 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困倦 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疲乏 你应许我们等候 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做等候的结束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最标准的等候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飞翔 也许我所等候的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力量重新的重新又回来 也许我等候的不是那个成功跟顺利 我所等候的是主与我同行 飞翔在那个高空 在短暂的一生的里面 何等的霸翔 能够再飞翔在高处 可以看得更高 可以看得更远 可以看得更深入 可以看到主的心意 而不是永远留在那个黑暗的当中 难过的忧谷中 来体会自己的一所遭所遇 而不是在那个失望当中 来那边怀愿 为什么自己会走到这样的光景 主我仰望你 仰望你 人的陪伴总是有先 人的陪伴总是有它一定的期间 人的陪伴总不会到永远 希望你自己可以带我们 重新再一次的飞翔在那树林的高空 飞翔在那个主屋所心意的那个空间 再来往前去 既然我们不过是一个容易困健的人 既然我们也不过是一个容易疲乏的人 既然我们是已经不是像 就是少年人也是会困健 就是那个强壮的也必前然跌倒 何况我们不是强壮的 何况孩子也不是少年 是愿意再一次的 在人生的日子当中 能够在末了的这段日子 或是在后面的这段日子 依然可以展翅 主啊我不知道 什么叫做展翅上腾 因为力量是你给的 而不是孩子的 再一次的仰望主 再把自己的一生 放在恩主的手中 仰望主 带我们再来飞翔 带我们再来上腾 带我们再来奔跑 带我们再来行走 走在主的路上 奔跑在上帝的活度里 谢谢主 想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